落实卫生福利部祥和计划推动 加强志愿服务团体间的联系与情感交流 幸福在南投市张兴国小举办志工熊工空 南投县108年度志工大会师即趣味竞赛 为志工输压打气 并感谢志工们一年来的付出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所有的志工 他们每天都牺牲宝贵的时间 都在我们南投县各角落 为我们社区为我们学校各方面来担任义工 来协制我们环境的整理 他们这样的一个牺牲奉献 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做社会公益 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激 今天每年我们都有办一项社区志工大会师的一个 七位竞赛 我们每年都有在一起办 那么今年总共有四十二队来参加 参加人数超过一千人以上 大家都非常勇烈报名 我们希望今天的运动会 能够给我们社区的所有志工 带给他们快乐的一天 带给他们最感性的一天 趣味竞赛共有四十二个志工团队 近千名志工报名参加 各队在县长林明珍主持开幕活动下一一进场 并大秀创意 有的队伍化妆戴帽式 有的队伍舞竹容 还有各种不同的表演与口号 为活动增添了许多欢乐气息 那这些都是快乐的志工 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 今天很多来的都是社区的这些长辈 年纪都蛮大的 所以他们还愿意出来动一动 我觉得说对我们这些老母身体来讲 是加分的 那当然这边也很感谢他们平常 对这些长辈的照顾 那除了这些社区以外 还有一些是林里面 大家也看到林里面的很多的 这些协会也都出来 那我们希望说 将我们的志工的范围 越扩越大 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今天的像这种的运动 那也要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每年在这个时候 都会针对这样子的志工 为他们举办了一场 这样子的大会师跟趣味竞赛 也希望来感谢 借由这样的活动来感谢他们平常 对于社会大众的付出 那我们也希望在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趣味竞赛的过程当中 增加大家团队彼此的感情 然后以及跟其他各个这个志工的组织 大家一起一年一度的这个 欢迎嘉年华会 一起来大家来庆祝 一起来大家来交流 今天透过趣味竞赛 让我们这个平台能够透过交流 心得的分享 同时也让我们的志工能够更精进 我想快乐付出欢喜的一个收获 所以人家说身体能做的健康 走路就有风 探机就会通 燕雪在这边也祝我们所有的志工 大家都能够家庭幸福美满 身心健康 同时在我们南投县的一个付出 让我们更肯定 志工来自南投县各地 埔里的波罗自在门志工也前来参加 感谢县府办活动 让全县志工聚在一起 除了运动竞赛 也可以相互交流服务心得 我们是波罗自在门志工协会 按摩里来 今天参加这个志工大会师 非常高兴 真的欢喜 可以互相交流 大家可以互相观摩 学习在这志工这区块 大家有什么好的 我们人好的所在 我们可以来学习 我们不足的所在 我们可以来提高 这是我们参加这一次大会 来最大的心得 县府每年都会针对志工举办趣味竞赛 让这些来自社会各领域 社区的志工们相互交流互动 借由活动也感谢志工 对于南投及社会大众的贡献 他们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大家效法 记者张东人 南投市采访报导